你今天的工作是备好牙龟 查案的事 我会安排人手 来 咱们什么时候来 再给你加点鸡蛋啊 来 谢谢嫂子 来 谢谢嫂子 嫂子 你这罐头包的手艺啊 现在越来越好了 开副府一决 是开副府一决就行啊 你们要添点火去 晚上给你们做猪肉荷包 好 来 你看看吃点什么 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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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看这杯吃点什么 这个吧 这个就行 白宝镇这个案子 还是有离奇的地方 大家再去一趟案发现场 真是臭啊 看看还有什么线索 好 我们要保护好现场 通知官义 不得任何人接近白宝镇的房间 好 我们吃饭就过去了 嗯 你给塞到 把货县长好好调查一下 是 是吧 这次案件真的是不说明了 是 是 当捕快就要有捕快的样子 坐过来吃 来 白宝镇的案子 我们刚开始查 刑部就要接手 此事一定有蹊跷 嗯 嗯 嗯 刑部的人想要进去 暂时是不可能的 嗯 我觉得这个事儿 肯定是有人陷害咱们 我一会儿去一趟案发现场 官义那边 去看看有什么线索 没问题 姑娘 作为前辈 我嘱咐你几句 宫门不比江湖 有规矩的 例如你何时来 何时走 都是定下来的 如果你要迟到的话 还是要扣想钱的 那现场肯定有你们没有查到的线索 展大人 一会儿带我走一趟呗 你今天的工作是备好牙龟 查案的事儿 我会安排人手 你的意思是说 备了牙龟就可以查案了是吧 拿来 这牙龟很繁琐的 你要认真看 不然备不下来 不就是些樊文乳节吗 简呢 你既已入宫门 离当约几余人 造福百姓 这牙龟 是我们的修身之本 你备会了之后 才能寻节 寻节 你站住 你刚刚说什么 我来这儿是为我五哥查案的 寻什么节 我去寻节五哥怎么办 刚刚给你的牙龟上 写得清清楚楚 新的捕快 必须要寻购三个月的街 才能查案 三个月 这也太长了吧 我不许 为达目的 不受章法约束 心中的恶随时会彰显出来 这就是开封府 和你最大的差别 若是经受不住 随时离开 哎 夫人 又给你买了一个胭脂 这个好 一两银子 看看 怎么样 行不行啊 闻着味怪怪的 应该指不了一两银子 胡说 跟我说 我又闻着怪怪的 我真花了一两银子 一两 你呀 又人给骗了